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安东尼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呢是 独处决定了你人生的层次 庄子说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人只有在独处之时 方能拨开迷雾 心灵犹豫 无外与天地精神往来 看清生命的真相 层次越高的人呢 越喜欢独处 因为独处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 得到减负 让心灵和自我重新回归 更能让灵魂得到升华 人们总花很多的时间 去进行无用的社交 或者给自己安排满满的忙碌行程 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害怕 如果不那么做 就可能会失去什么 在高度的精神压力之下呢 我们很容易就越活越迷茫 梭罗说过一句话 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情能够放下 他越是富有 能在自己的独处时间里放下一切喧嚣和繁华的人 至少在精神上 他必定是真正的富有 著名的影视演员陈道明 明明声名远扬 受到四处的追捧 可是他却偏爱独处 他在一次采访中说 独处是一种美德 可以让人内心得到净化 越是不在意得失的人呢 层次便越高 他们善于独处 远离人群时 也一样是让别人望尘莫及的模样 都说 若是得失缠绕于脑 重压于心 生命便无法安宁 其实 得也好 失也好 他们并不会因为你思虑的多 就会有所改变 正如《安静的力量》中所说的 放空是解决麻烦 必要的方式 关掉电脑 将手机丢到一边 试试长时间的独处 静坐的生活 以一个第三者的视角 审视自己的生活 才能更懂自己 更认清人生得失的意义 才能将生活 看得更明白 网上曾流传一个小故事 你是砍柴的 它是放羊的 你和他聊了一天 他的羊吃饱了 你的柴呢 似乎我们每个人 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 以为融入到别人的世界里 是自己内心里的本能 而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呢 却发现 独处 才更是心底里的渴求 看到过一段话 你站在喧嚣的人群里 抬头看烟花绚烂 我却看到了 你眼睛里闪着光的落寞 热闹都是别人的 你一个人的孤独 是那么的谎言 这样的感受 我有过 相信 你也有过 人们总宁愿去参加很多 说不清意义的活动 却不愿意一个人独处 当狂欢的人群 散去之后 心里剩下的 却是无尽的落寞 和冷清 哲学家帕斯卡尔说 几乎我们所有的痛苦 都是来自我们 不善于在房间里独处 独处 原来竟是一种能力呢 外人眼中的你 和独处时的你 永远是两个样子 一个假装淡然 一个不知所措 怎么让那个独处时的自己 也真的淡然安定 这是一项需要努力的修行 人到了一定阶段呢 总会清楚自己的喜悟 喜欢就尽情享受 讨厌就一点不做 不必在意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散步时 别人投来的异样目光 其实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而独处 是我们每一个人 最该享受的清欢 周国平曾说 我独处时最轻松 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 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 不累及他人 无需感到不安 把自己安顿好 反而能安静而轻盈 可以让我们找回内在的力量 回归自我 回到最本真的生活 杨将曾说 人这一生 无非是认识自己 喜恋自己 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 他与前中枢先生 常常同居一屋 却各自读着自己的书 研究自己的学问 在他看来 只有不断地在独处中 找到自己 才是人生中的大事 当他经历过人生磨难 和流离波折 变成垂暮老人之后 依然静谧淡然 不急不躁地 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周国平曾经这样评价他 他在细心地 被他的灵魂清点行囊 独处对于这位 看透世事的老人来说 是一种与世界交手的形式 独处不是孤独 而是一种选择 虽不热闹 但是他充满智慧 是每个人自发认识 自己最好的途径 在独处的时间里 认真踏实地 做好当下的事 不迷失过去 也不惊恐于未来 也不要着急让生活 给予你所有答案 留一点耐心 那些美好 总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 盛装力临 一个人的生活 可以是平淡乏味 停滞不前 也可以是一场 充实美妙 精彩分成的冒险 只有在独处时 你才会更加笃定 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人只有学会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才能发现 更好的自己 才能活得 更加有深度 那些真正 能让自己得到增值 获得升华的时间 很多时候 都来自于 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只有独处的时候 我们才能 完全地取悦自己 才能享受 自己的时间 才能找到 自己生活的意义 懂得享受独处的人 可以把枯燥的日子 过得风盈 可以把生命 活出他的本色 可以遇见 更美好的自己 别害怕独处 别拒绝独处 因为 那既能融入得了繁华 也能享受得好 独处的时光 其实 是你人生里 最好的时光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 点一个再看 也可以在留言区 说出你的观点和想法 当然 也可以转发到朋友圈 让更多的朋友 看到和听到 感谢各位 我是安东尼 我们 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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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